弟兄姊妹 奉主的名祝福你在全新的一天 能够活在神荣耀的同在里面 我真是觉得 成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祝福 就是神的同在 因为有神同在 我们才能够靠祂做 祂要我们所做的事 好像这几天我们说 神说我们是光 神说我们是盐 但是如果里面没有光没有盐 怎么做吗 祂没有叫我们做 祂叫我们是 因为祂就在我们里面 如果基督徒 只是活在很多的要求里面 很多人说 我不要做基督徒 因为做了基督徒之后不能够打牌 做了基督徒不能够喝酒 做了不能抽烟 好像都是活在律法里面 神不是这样的 神不是叫我们活在一个律法里面 然后好像很被挟制 那么意思是不是说 成为基督徒之后 就不用没有律法了呢 随便了 无所谓 反正神是爱 什么都可以 也不是 在登山宝区里面 我读这节经文跟你听 主说 祂说祂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祂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不是神是爱 所以在上帝的爱里面 随便无所谓 那叫做逆爱 不是的 神不放纵我们 但是神也不把我们放在一个律法的挟制里面 让我们好像被绑起来很痛苦 这个也不行 那个不行 我明明做不到 还要努力去做 做得很辛苦 不是 主说祂来是成全 你知道什么叫成全吗 就使我们成为完全 祂给我们那个力量 去做到律法上所定规的事 律法之所以可怕 是因为我做不到嘛 规定我不准抽烟 可是我很想抽烟嘛 规定我不要上色情网站 我爱看嘛 规定我不可以嫉妒 我就会嫉妒嘛 规定我要饶恕 我没办法饶恕嘛 律法可怕在我靠着自己做不到 但是主来不是说 好吧 那现在恩典的时代 这些都无所谓了 要嫉妒去 要上色情网站去 要偷窃去 不是 主没有废掉律法 但是主给我们力量 去成为完全 符合律法对我们的要求 我求主帮助我们 这是最大的祝福 如果主的恩典来了 是废掉所有的律法 天下大乱 但是主来不是废掉律法 主来是成全 靠着祂加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你不能吗 承认 再我不能 但是奉主的名祝福你 不只是经验 再我不能 要更进一步经验 靠着祂 凡事都能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谢谢你 让我和我的弟兄姊妹 一起活在这个荣耀的恩典和祝福里 就是我们承认 在我 好多事情我做不到 你要求的我做不到 但是谢谢主 靠着十字架的救恩 靠着你给我的新生命 主耶稣在你 凡事都能 谢谢主 奉主的名祝福弟兄姊妹 这一天经验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谢谢主 祂没有废掉律法 祂成全立法 祂给我力量 去完成圣经里面 所有的要求 我们活在这样的祝福里 主 与你同在 祂成全立法 出去 一辈子 祂成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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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成全较 祂成全叶全法 祂成全格